安令 安令 安令我始终认为没有那么难 我认为在战场上我们要想有一个很好的战绩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 应该是我们的思路一定要清楚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现在是个创业的大时代 赚钱的路子特别多 我们可能炒房能赚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赶上那一波 炒股也的确有人赚到了钱 做期货做资本市场 做贸易也都有多少的人从中去获了一些利润 甚至是很多的利润 但是商业它有一个特点 它始终是以周期的形式来出现的 任何行业都是如此 我个人也认为在安令这个发展当中 它也有它的周期在 也就是公司的战略布局侧重于哪儿 这个就很像放风筝一样 如果有风 那个风筝就比较容易放 如果没有风 你瞎跑乱跑 那个风筝不一定能够飞起来 在2020年当中 我的确看到过有一些伙伴很努力 不怕出汗 拼命跑 但问题是 没风的时候 你应该干什么 有风的时候 你更应该干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思路 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从92年我们去设厂 到准备了三四年的时间 其实更早的 1989年 安利公司的总裁就来中国考察 准备了五六年 从开厂 就工厂之后 也有三年的时间 终于在95年开业 而安利在他第一轮战略布局的时候 做的就是机会的销售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那个时候安利公司 有非常多可以卖的东西 但是在第一轮布局的时候 他重点卖的东西就是 安利是一个创业机会 我是96年底做安利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 那一轮做安利的几乎没有人是靠销售 能够来完成业绩的 所以那一批人 都是以机会为主导 在那一轮当中 把机会 这个战略用成战术的人 把它用到极限的人 那一轮我们就占尽了优势 所以各位 这个是公平的 在那一轮 你做的是哪件事情很重要 就像股票一样 其实它也是一个周期 高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 低的时候你也要特别小心 也许特别低的时候 就是你买进的最佳时机 也许特别到了一个点位的时候 就应该是你出手的一个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价位 安利公司在那三四年的布局当中 几乎它的空白区域 只有一些边坊 比如说内蒙 青海 新疆西藏 这些地区可能还是我们的盲区 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都已经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设立了自己的分公司 这是一个布局的阶段 是一个圈地的阶段 是一个建网络的阶段 安利在第一年圈了足够多的地 但是这些地没有太多的产出 在那个阶段 安利公司依然是亏损的公司 它的投入非常大 不断地去招募员工 扩充地盘 它的支出不断地增加 但是它的收入呢 最高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亿的人民币 安利进入到第二个战略布局 能够让它在今天确实是有 在直销业当中 能有一个非常稳健的根基在 它的第二个战略布局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深入地去推动产品线 从99年开始 准确来讲 从1998年的夏季 秋天的时候 我们的雅兹就出来了 我们的蛋白质粉就出来 纽车来出来了 而在这一轮当中 我自己认为呢 是安利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安利不断地 每年都有新品推出 到05年 06,07,08,09年到后来 包括我们的锅的系列 水的系列 空气的系列推出 这是安利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第一个战略布局决定了安利有多大 大不大就是第一轮的机会 安利的生意够不够稳 就是靠的是产品 直入 深入老百姓 是不是能深入他的家庭 深入到他的饭桌上 深入到他的办公桌上 能够让老百姓跟扭出来 跟雅兹 生活当中分不开 这个很重要 各位 卖产品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但是让你的客户离不开这个产品 才是真本事 那么 安利到今天一直在去发挥着 在发扬着他的产品线上的绝对的优势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无锡弄的 这个扭出来的这个研发中心 所以衡量一个公司 产品能力强不强 看的就是他的研发能力强不强 而不是今天卖什么 这个只代表过去 你的研发成果 而未来我们强不强 就看你现在有多少钱 投在研发上 所以各位安利在中国的 第二个重大的战略布局 就是强推他的产品线 第三个 这个部分 能够让今天安利有如此好的渗透率 美绿度 我们都知道 台湾的这个老大 拼命的给美国人生产苹果 他赚的钱都不到一个美金 而那个拥有品牌的那个苹果公司 会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就是因为他卖的就是品牌 因为他拥有了品牌 拥有了技术 他制造了品牌 他维护了品牌 所以当品牌变成价值的时候 这个企业的产品卖到了极限 安利公司从2001年 开始树立 Emway 纽崔来 Archistry 等一系列产品 在中国消费者心中的品牌 要添加一个意识 有一个想法 要熟悉它 慢慢的去推高了品牌的知名度 维护它的美誉度 去完善它的渗透率 这些东西 是一个企业在卖产品的时候 最最重要的是最最艺术的 也是最最有实力的这个部分 但是似乎这些东西 离我们的营业额有点远 我们的营业额最好是顾客多 来一个大款 一下子满十万 我就有机会达表SP了 你再有好的品牌 我卖不掉 有什么用呢 今天安利中国的地位 如此稳定强大 其重要原因 就中国市场而言 前三个精准的战略动作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专利 我对我的这些年轻的伙伴来讲 比如说我们获取知识的速度 跟二十年前 那完全不一样 最早是要靠写信的 后来是电报 我那个时候 很多人还是用的BB机 后来开始出现手机 再接下来是短信 微信 现在我们的微平台 签聊 直播 红点 QT 各种各样的形式 可以让我们的信息 迅速向全中国推送 各位这个就是提速 今天我们销售产品 你是站在 案例二十一年 那么多人推动过案例的发展 原来我们做案例的时候 还特别在关注着法律的问题 合法性的问题 可不可以的问题 老百姓的看法问题 而今天这些都没有了 从技术层面 互联网 案例公司对互联网这个部分 推出的就是一个云平台 我们的移动工作室 互联网再一次 从技术的维度 让我们有机会 去创造更快更好的案例的市场 我认为今天的商机 有几点 我想跟各位来谈一下 这是案例的新的一个 我把它定义为 是案例的新的一个战略的布局 这是第四次的战略布局 这次我们的重点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在推荐上 应该是建立我们的 合作伙伴的数量 顾客的数量 就是你的销售 消费网络的建设上 你看 马云把全中国人 在家里的电脑连起来了 创办领阿里巴巴 他就做了一件事 把你们家的电脑连到一块 腾讯 把我们口袋里的手机全连一块了 他就叫腾讯 后来又有一个年纪大的人 五零后 有船只 把我们所有的四家车连一块了 大家也都知道 不管是滴滴还是优步 都是跟他们家息息相关的 一张网络 一个电脑网 一个手机网 一个车网 各位 这就是大数据时代 这就是互联网的时代 那在这里我再想告诉各位 安利从六十年前做的就是消费商 就是做的分享经济 你先用我的产品 感觉不错 跟别人说 而中国把这个理念 用得最好的一个 我认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 那个人就是脑黄金的创始人 史玉柱 他有一个广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不是送也就送脑白金 而是如果你认为我的产品有用 你跟身边的十个人说 如果你认为我的产品不好 你跟身边的一百个人讲 各位 这就是典型的分享经济 消费商经济 那今天安利在中国的第四波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部分 各位 我认为这个不是技术 也不是模式 而是你必须改变观念 所有重大的商机都在观念背后 如果观念撕开了 背后就是机会 如果观念没有打开 机会撞到你的腰 你也不知道 那叫机会 比如说我就在告诉安利公司 能不能让安利的消费者 有这样的一种体验 我们去讲产品 比如说我们讲纽出来 你让我把纽出来多学会 不容易 说心理话 不容易 那个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东西 不能乱讲 你又不能让我不讲 那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讲 所以我跟安利公司的市场部的 一些主管的负责人讲 能不能出现一个标准的 这个东西 让顾客看到 你不要让我再学了 我一看就会 特别简单 大家都用过微信 对吗 微信比短信 是不是用起来顺手啊 我们有多少人 系统的去学过微信的工作原理 或者系统的去学过微信的使用方法 是不是别人APP一下 试一下 喊一下 发一下 出去了就会用啊 它的传播速度之所以那么快 一年就做了1.4亿的使用量 现在逼近9个亿 或者超过9个亿 活跃的有6个多亿 安利公司的数量不少 只是我们的体验这个部分 我跟公司来谈 我跟他建议 能不能在体验上 我们再加强 简单 快速 易传播 公司的高层 完全接受了一场的 一线的 打仗的 我们这些士兵的建议 目前正在做一系列的 这方面的动作 紧锣密鼓地在做 那今天我们在中国 有多少人做过安利 对安利的产品有非常 非常有情感 这个数字呢 我们看过 加入过安利的 应该不会低于4千万人 加入过 办过卡 加入过安利 运作过安利 而用过产品的人 那肯定不是4千万 不是千万 肯定是早就过亿的 有的时候 我就跟很多伙伴讲 我们今天开发市场 寻找伙伴 当然 我们可以用新政策 去推荐陌生的人 各位说心里话 到目前为止 用过安利产品 或正在使用安利产品的 这一群人 足够我们做的了 现在已经用过安利产品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的人 或者以前用过的人 对安利产品有好感的人 也就是他本身就是安利的 消费者的这一群人 足够我们来去开发升级他 只不过 怎么把消费者变成消费商 消费者的诉求 万物就是第一个便宜 那能不能让我在便宜的 就像杭州那个小年轻 一对小夫妻 90后 他尝试着把家里的客房 卖出去了 一天两百多 后来持续的尝试会发现 他的客房的收入 已经逼近 后来甚至超过 他们两个人的月收入 后来他们就会说这样 那我把卧室也卖出去 我说的是真的 他把客房卖了 把卧室也卖了去了 两个人在隔壁租了一个小房住 辞职了 就专业的卖客房跟卧室 就卖他们家的客房跟卧室 后来发现 两个人就把自己原来的住房 卖出去的收入 已经很稳定的高于 他们两个的收 两个人的工资的收益了 安利特消费者 可能他们现在不知道 他可以用更便宜的 能使用安利特产品 今天安利特的制度 就是完全可以让我们的用户 降低消费成本便宜 干嘛去买打折产品呢 干嘛去冒险 在网上买假货呢 有可能是假货的安利产品呢 你就完全有权利便宜 可以五折 可以三折 可以两折 可以不花钱 甚至在免费用安利产品的时候 还可以赚钱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技术 也不是模式 我再一次澄清一点 这是一个观念 如果你对这个观念 你通了 你就能够告诉别人通 如果你不能偷 单单是讲模式 我认为这一轮再好的政策 也没有办法 让我们在明年或者未来 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 安利的成绩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下 在今天安利公司推出的 这一系列的政策下 明年我们的销售容易了 我们的推荐也加大了力度 我们的海外旅游 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 我们的学习也变得容易了 而公司也比以往二十一年 任何一个时候 都更懂市场 更接近市场 更接地气 把市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呢 真的靠我们 所以各位 我在这里呢 也以一个安利二十年的一个老兵 一个老应用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想呼吁再度的各位 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状态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 更不能寄希望于安利公司 他们会最好的表现 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希望放在自己的手上 当安利公司全力以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会 借势 用势 趁势而上 我相信 我相信 明年 或许是我们打基础的一年 我自己对市场的评估 我们的很好的成绩 真的有可能 是从2018年之后 开始去绽放出来的 我们真的有可能 不会那么快速地 透过一年的时间 基础 然后又能够开花结果 眼光可能会放得远一点 先打基础 调整观念 扩大底盘 建立更多的消费者 把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 那些休克的消费者 我们今天用最好的政策 去启动他们 激活他们 去告诉他们 今天 中国是一个创业的朝代 是一个创业的时代 在这个伟大的 创业的时代当中 我们赶上了 这一波 我们不能浪费这一轮机会 再加上安利最好的一个创业的助手 我们重新点燃梦想 我们不是来做安利的 我们是来创造最好的自己的 我们是来拥有自己的梦想 去创造美好的未来的 祝福各位